人世间千般情感皆有温度 万种食材亦有幸福 一食一味一餐一情 让我们一起询问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各位好 欢迎回到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我是黄磊黄小厨 那么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夏天非常重要的节气开始 也是进入夏天的第一个节气 叫做立夏 是大概其夏天来了 按照节气来讲立夏之后 延鼠来临 雷雨就增多了 按照规定来讲 气候学生讲 要到平均气温到22度 就是夏天了 但事实上到现在立夏的时候 我们要在福建南陵以南 中国能够到22度的气温 但这北边都还没到 都还是在18到20度 所以其实咱这现在还不叫真正的夏天 虽然叫立夏 我们应该叫木村 到了立夏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有一首古诗 这首古诗说得非常好 叫做四月不减肥 五月涂伤悲 六月涂伤悲 七月涂伤悲 八月涂伤悲 月涂伤悲 从今儿开始 吃什么都是附带 每天照镜的都是心理学习 当然我还好 我因为身材保持比较好 我最近瘦了不少 看得出来吗 满意吗 如果人的一生啊 如果有夏天的话 那么人的夏天应该就是他的青年的时期 在那个时期 就是人的一生当中最有热情 最有能量 然后最有热度 然后这个 无波生纪录过那个时间 而且也爱漏 是吧 那时候 我也回忆回忆我的青春 我们在昌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过有一对情侣 两人恋爱 然后每到下午五点 五点钟 这个学校食堂就放饭了 不是就是卖饭了 我们就去打饭 拿上饭盆 这一对恋爱的情侣 他们两个人当时比我高一个年纪 我们从这走着 他们就在窗口站着 两个人就这样搂着 那个女孩就这样 挤在那个男孩的怀里 男孩这么搂着她 俩人都闭着眼睛 也不吃饭 也不说话 然后呢 他们俩仿佛是静态的 然后我们所有同学 打着饭盆上下上下 走着走排练的什么 去打球的 就从他们面前走过 但是世界仿佛与他们无关 一直到晚上11点 熄灯之前 他们俩就一直站在那儿 像是一个行为艺术 他们俩在那儿站了好像4年 没有离开 我的记忆中 永远有他们两个像雕塑一样的 站在宿舍楼的三楼 还是四楼的楼厅 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分开 就青春它是执着 青春又好像是很迷茫的 混沌 有时候你搞不清楚 后来等我教书 有一个女孩 一个学生 叫海青 大家都很熟悉 著名演员 有一天我们学校 学生们要早上跑步 晨练 出门从学校 就这样绕着学校跑一圈 那时候他还不叫海青 异名叫海青 当年叫黄姨 每天都跑得特别快 有时候老师长了心眼 后不都就插上去 绕着一道 跑到后边那门一看 这俩刚跑出门就翻墙 翻回来 从这边再绕回来 正好俩女孩正骑着墙头 被这老师抓了现行 黄姨 曾辉 这俩正骑着墙上 干嘛 我听了气得够呛 我就到教室 我得刺他们俩 我一进教室 就上着课那 俩人头顶上 一人带了一朵这么大的紫色的花 扣在这 就这样看着 我说你们俩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俩什么什么意思 你们这干嘛 好看吗 其实在学生时代 做各种荒唐的事情 青春就这样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的仪式 在立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去吃一个季节的美食 长青 这个是在中国的民宿里 是有这样的风俗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菜 这道菜就是叫做 虾子烧焦白 本节目由TCL空调冰箱洗衣机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只为安全净水的 浩泽指引净水器 特约播出 大家猜猜我为什么跑到这来拿衣服 我是不会告诉你 绝对不会告诉你 四十分钟之前 我才刚把这个冰箱给你 这个有烘干过吗 南方的朋友再也不用担心了 什么没雨天下雨的季节 衣服不会干了 我不能跟你们聊太多了 我得做饭去了 欢迎来到最懂食材储存 最爱舒适温度 最会喜护衣物的 黄小厨 国民健康生活 大厨房 好 看是哪个椒了 太坏了 椒白是一种水生的植物 长得有点像瓜 有点像笋 因为我爸爸是江苏人 南方人 所以我从小就吃椒白 我们还有一个做特别简单的油焖椒白 跟油焖笋的做法一样的 也非常简单 容易做 我们这后边有垃圾桶 我一般能这么多 今天是立夏 立夏 讲到青春 椒白就像青春一样 有大的青春 有小的青春 各有各的不同 我一看到圆柱形的东西就浮想明天 下面我就用岁月这把杀猪刀 来对付椒白 你还泡出磨刀器来 你瞅啥 你废了 走 青春就不见了 切成滚刀块 所谓滚刀块 就滚一下 把刀不要滚 好 滚刀块就是为了让它的接触面更多 拿菜切的时候 从侧面看 手一样这么拿着 把刀背贴在这切 知道吧 这样一味的不会切得自己爽 好 我们把油先热一下 我们来把这个椒白 稍微用油把它炸一炸 上这颜色把它炸熟 把它炸成干一点点 我挺爱吃椒白的 我也很爱做椒白 椒白还有种做法 切成丝 炒肉丝 椒白炒肉丝也非常好吃 如果你在家里做饭 一般来讲 你就不需要像我一样 我这样弄一锅油来炸 你放点油煎 也一样的打热效果 你不要节约 这时候其实这个椒白里边还是很嫩的 汁都会锁在里边 因为我们用的油要多 火比较大 我们把这个椒白炸上个几分钟 看 炸上了点颜色 就可以把它盛出来 各的边备用 好 我们把椒白炸好之后 我们稍微切点姜片 一会儿爆上锅 再起一个锅 让它里边有一点点底油 我再加点油 锅已经热了 锅已经热了 好 我们把这姜片 放到锅里边爆香 非常简单 把这个椒白再回到锅里去 姜片爆香以后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准备好料酒生抽这些东西 我们隔着火 先离一下火 放点料酒 放一点点生抽 再放一点点虾籽 这是这个虾籽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好 我们稍微炒一炒这个 好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好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然后我们弄一点点 装饰 这个是这个 豌豆的苗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 新鲜的虾子 更漂亮一点 好了 虾子烧焦白 好了 好了 吃掉 吃掉虾子烧焦白的N个Style 现在开始 第一步 第一步 把餐巾塞进柏林 第二步 打开音箱 让音乐节奏飞一会儿 第三步 开吃 感受小提琴曲 女巫之舞的音乐律动 第四步 再吃两口 像熊猫吃笋一样 咀嚼焦白 用口腔 完美感受 焦白的爽脆味道 最后一期的送礼的环节了 这次不得了 黄小初要送出 一冰箱的腾讯视频VIP 我刚才教了大家 这个虾子焦白 非常好吃 非常下饭的一个菜 这个虾子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虾青素 这也有奇效 什么奇效 自己研究 自己研究 但是每次我们的节目里面 说到青春的时候 我都有很多的感慨 青春可能就是这样 渐行渐远 然后岁月会在 每个人的脸上 身体上 心灵里都会留下一些痕迹 这些痕迹 有的深 有的浅 有的甜蜜 有的伤感 有的值得收藏 有的让你想要遗忘 但是无论如何 你都有过青春那段时光 就像我们进入到 这个美好的夏季一样 事实上我们不能往回走 但是呢 就像我在四手年华 那部戏里面写到的一样 这个聂鲁达的一首诗 就是 它还是更喜欢 北方冬天的质感 因为生命的脉络 立立可见 我 Anita 先坐在这里 你也没有看到 我爱你 因为你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